好 不过我们看到蓝莹针对立法院的正负龙头改选 似乎是不断招手希望讲开第二次的蓝白盒 但柯文哲迟没有表态 反观黄珊珊好像一下子说 这个我们党态度很差 一下又说蓝莹是为了一党之私 不公不义等等 那么现在就有民众党的前党工直接说 她说她听说蔡碧如要回任民众党的中央委员了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她的碧如委员了 所以未来党内听说你的地位会只在柯文哲之下 而吴子佳甚至说这个柯文哲不懂立法院的运作 所以为了要牵制这八席的不分区的立委 可能必须要让你来担任这个立法院党团的一个主管 所以你真的要回到民众党的中央了吗 还是要去来主掌这个整个立法院的党团了吗 现在柯文哲他是一个败选的主席 但是我们看到黄国昌和王珊珊 马上有一个大的舞台在他们面前展开 所以柯文哲是不是真的需要一股势力来帮他制衡吗 你怎么看 我想回去当中央委员不见得就能够去 达到在那个冤会的之痕 我想惠鸿泰已经是立院那个老鸟了 应该也很清楚 但是那个伟翔是一个新任的 我跟你讲 也要提醒伟翔 这个在立法院里头 这个柯建民 我跟你讲 他就是喜欢欺负菜鸟 他喜欢欺负这些新科立委 所以他每次 以前他都会跟我讲说 人家讲你也没关系 打在你身上的都是你的勋章 所以我也想你要记得 如果他哪一天走在你面前来跟你讲说 他骂你或怎样就是说 打在你身上都是给你的勋章 要记得回答 要继续地去回他 所以我觉得柯建民也不要去 骂这个什么民众党 八十五六用 要是我一定给他顶回去 因为你们民进党执政不利 所以现在立院才已经 失去这个最大党 那我也很期待 因为过去就是因为你们 为非作歹 在立法院里头一党独大 要什么就要什么 其实我跟你讲 当时在野党怎么 挖手挖手都挖不挖 都给你们很厉害 现在不可以再这样子 我希望你能够很谦卑地去看待 现在国会的三党制衡的力量 而不可以随便便便 就去开口骂说什么 民众党这八十五用 我觉得柯总招 你真的不需要用 这样子的一个口气 来对待一个 这样一个小党的新科议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在想 台湾民众党党团 应该它是团进团出 一定要团进团出 如果你可以被人家收买 一跑票一两席 我觉得那之后 就会很难合作了 所以在立法院里头 很重要的就是 我想这也是柯主席 一定会去约束他们 一定要团进团出 你如果真的要跟谁合作 其实讲得出理由 讲得出让你的支持者 一样刚刚慧弘太原讲的 国民党有52加2 民进党有51席 民众党虽然是不分区 但是它还是民意 来赋予给你的 所以当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一样要回归到民意的依规 民意的依规 民意告诉你当时是 为什么它支持你 让你有八席的部分区 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 其实以前我在立法院 其实我也跟 我发言洪太尉 跟国民党常常合作 所以他们常常讲说 我跟国民党比较好 明明我就民进民众党 对不对 我觉得党跟党之间 它有自己的主体性 但是政党是这样 既竞争又合作 像我这一次在中一选区 是既竞争又合作 其实也是 当然也是战战兢兢 我觉得跟韦翔一样 跟他们四个年轻人一样 其实这是一个 很战战兢兢 要保有自己的主体性 但是又要怎么样去争取 最大的选民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 政党政治它本来就既竞争 既竞争可以让政党之间进步 合作事实上是为老百姓 谋求狐狸 所以政党政治之间 最终的一规还是民意 你还是要回归到民意 民意希望你怎么做 所以可以议题合作 那这个政党院长这件事情 我想民众党应该也会 好好的去讨论 最后就是还是回答一下 一席中央委员真的没办法 就能够去制衡整个党团吗 这个不要太开玩笑了 我稍微讲一讲 我们蔡委员客气 以她在民众党里面的影响力 她为人很好 她很客气 我以前对她不熟 后来因为我们有一年 都待在财委会 我有四位前辈每天早上 我们他们都六点半就去签到了 后来我也学她六点半去签到 签完之后 你想想看距离八点以后要开 九点钟开 九点公开 其实有很长的时间 然后他们四个都会坐在那里 会讲我很多 所以我也想 在委员会里头找到前辈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花点时间来谈谈民众党的困境 民众党现在是在野党 如果他跟民进党合作的话 八席对五十一席 再加上行政院 整个行政体系 民众党非常可能 以后就不见了 我们以台联 以实在力量的例子 但是民众党他要表现出 我要有影响力 但是你八席的影响力 你不能说我要跟民进党 或者跟国民党 我要平起平坐 你的八席跟你五十二席或五十四席 跟我是影响力一样的 这也不太可能 因为每一位委员他的投票 他的票票等值的 所以民众党要思考 你跟执政党合作最后的结果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因为他会给你很多东西 很多位置 但是你要承担他执政的包袱 你跟国民党合作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不能认为说 我八席跟你其他的 你国民党全部五十四席 我的八席跟五十四席是一样的 这也不太可能 所以民众党我是觉得在一个取舍 在一个十字路口 当然他是以在野党的 他要必须得扮演好在野党的角色 他才可能会有未来 但是这未来他要去怎么选择 跟国民党跟民党之间的距离 这是考验他的智慧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